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6月9日 大使又是出现一个不生不死的格局 在这些不生不死的格局之间 我们应该去看看 要是你死了 要是你继续生下去 即是不生不死 在这些吊詭的情况之中 我们是更加需要留意市况的转变 恒星指数 旗子来说 是看到很明显地 在这个周线图上来说 它们会继续滑下去 受制于这个是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这个中族的位置 就在288 今天现在就是286 最高就是288 即是最高的位置 和最低的位置 都是低于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理论上是不好的 即是如果在这个日线图上面 又搞事 是守住保利加通道的中族上面 那其实是什么呢 我们不如说 有两个假设 第一个假设 就是它在这里守倒 好 接着弹上去 那即是说 在周线图上的中族 都突然之间是爬上去了 第二件事 当然就是它简简单单跌下来 那就很简单 那现在似乎出现了一件事 就是 为什么你这么久都跌不下呢 会不会有些事 是真真正正的 是阻挠着它的下跌 那在这点里面呢 我只是觉得 如果 旗子 升上290的 站在上面有三天左右 可以忘号的了 即是说已经摆脱了这个困局 又或者 你简简单单 跌穿了285 这样的时间之中 又是跌穿了三天 那就收工了 在这点里面来说 第一 既然是这样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的话 那大家 就不要经常被它困扰 反之就去看看 其他的股票 有朋友问 是中国海外弘洋集团 81日 好不好啊 这样 如果周线图上面 它是横向整固的 差不多是由这一度开始 2020年 2019年的年底 一直横向整固到现在 可以上破 也都可以向下 真的似乎 目前上破的可能性是较多 那 去到这一度的时之中 我只可以说一件事 就是说 是 起这一点 是应该要 是觉得它可以看好 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横向了这么久 那基本上 就可以向上 向上 你突破了 那 那就好 是不是 所以这一点 就觉得 如果你有货的 继续拿着它 没有货的 起现价都可以买一点 那 阻力呢 5.1 下面的支持位 就是4.9.5 那 如果要指示的 就是4.9 上面可以看到 5.1 5.5 以至更上 有朋友问安降 安降 安降已经说过一次 以前也说过 他说 他从这里升上来 去到今年的三月左右 差不多可以见顶了 接着他爺爺就说 喂 你的东西不要买这么贵 那就全部跌下来 在这点 我觉得安降的一个是 上升的周期 或它已经完结 因此 有货的朋友 是不是需要考虑出货呢 接着有朋友问 港华燃气 港华燃气 在周线图上面 它已经是经过了 这么久 就是上面打横 它是不升到 跌了下来 又这么久的打横 在下面整固 在这里一上回来之后 是可以有一个情况的 都是 因为这么久又打横 是要这个是横向整固的 所以在这点里面 握着货的朋友 又不需要这么心急 要走去这个出货 没有货的朋友 你也不要这么心急 要扑进去 因为根本它现在在这里 可以出现一个长期的整固的格局 在这里 留意一下 即使如果跌穿了四个半 应该考虑是要止蝕的 有朋友问 就是三 八三 中国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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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大致上升到七个半 七个多 那里 大约在八元的地方 是有点阻力的 八元的阻力 就是这里 这个地方 这路过来 如果在日线图上面 就看得很清楚了 八元就是这个顶 就是这个位置 在这点里面来说 如果你真的要这个去买它的话 我觉得 等穿了八个一先 一既然八元是阻力区的话 等它确切升穿八个一 才可以进去 指示于这个是六个八 上面 八元升穿了之后 上面 是可能有机会 是上望到去十元的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十元就是这个位置 如果升穿八个半的话 这里有一个大的是圆底 因此在这点上去就是了 有朋友问 就是波斯登 波斯登在周线图上面 你看到的 一个顶 两个顶 三个顶 这是距离这么多年 做到的顶的话 这个我认 我的个人看法 就是这些可能是结构性的顶 就是去到某个阶段 你生不了奖 除非公司管理层有大的变化 在生产方面 市场方面 生产技术方面 有了好的进步 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就是说 你都要赚这么多的 所以就是这几个顶 在这个4.5元区 我觉得是有阻力 有货的朋友 应该想想 需不需要去出去了 没有货的 我也不建议你去买了 在这个是 4.5元区就是这里了 下面可以跌到3.7元 你保力交通的底这个位置 暂时来说 因为又未到到8月 7月 9月 如果到那一月份 就开始可以考虑波斯登反应 因为他们主要的销程 是应该在10月 11月这个时间 今天要推介的是一只物管股 建业新生活 尝试没有多久 上面一定有一些蟹货 所以在这点里面来说 它造成三个底 周线图上面 今个星期 看到有时候它突破了 这个是保力加通道的上轴 因此可能属于三底 已经完成了调整 可以整固再上升 这个三底整固再上升 今天是比较一个 大阳烛上升 明天会不会跌下来 不知道 或者可能会再上一些 也不知道 不过既然有三底的支持 可以考虑一下 今天是进去 延价进去 如果你有保留的 可以让它升穿了8元 才去进货 止蚀位要等低一点 等到6.7元 因为这些都是有比较多大的波折 那这个就是基本上 起点就是所有的物管股 基本上都是有少少好的表现 好了 那这个就是过往的10天 推介过的是股票 那总共推介了96只 然后31只呢 就香了 然后65只呢 又表现 迷来迷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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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那样东西 那变成了 又不输又不赢 就起到这个300%都附近 爛爛下 那如果你有股票想问 而我又回答你不到的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些板块 在这里 会不会有一些就是你想问的股票 来看看资料 投资是需要独立思考的